大家好 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今天是我們新任總統蔡英文女士 就職的大理 也同時有就職的演說 當然很多人關心她就職演說 會不會對於兩岸關係 有進一步的說明跟闡釋 當然目前的解讀是沒有九二共識 然後另外把台灣的問題來國際化 可是我們更關心的是 台灣未來的發展 我們分成三大區塊 在今天做討論 第一個是蔡英文政府 非常積極主導的 叫做新南向政策 我們就要從市場面做觀察 到底台灣的新南向政策 有沒有明天 有沒有未來 從巴菲特的投資價值 這個世界股神 他說最好的投資就是買一家公司 然後跟它一起成長 同樣的台灣的未來 投資對的市場上天堂 投錯了市場就住套房 所以我們看到 到底新南向政策 會有什麼樣的未來性 另外我們觀察區域合作 特別是蔡英文本身是 當年台灣加入WTO的首席的 談判代表跟幕僚之一 其實蔡英文 蔡總統最了解 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所必要的一些政治條件 所以我們要做觀察 到底台灣區域化的發展 要怎麼做掌握 那最後一點就是人才的心癮 到底人才的心癮 台灣有沒有機會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三位來賓 一起來觀察 後520時代 全新的蔡英文總統 會給台灣帶出什麼樣 康莊大道 好 第二位請到是 台大哲學教授 院舉證 院老師 好 第二位請到 真才記者 冰王明 第三位我們請到 分析師 曾煥文大K 好 我們先回來看一下 台灣目前面臨的經濟的情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